现在你听说过奇怪的大脚怪和尼斯湖水怪,对吧? 但是等等,我们有个亲密团得先解决。 世界上最神秘的自动贩卖机位于西雅图国会山社区的中心地带。 它看起来就仿佛是什么来自80年代的东西。 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抵达那里的。 尽管没有明智的主人,但这台超自然的机器功能齐全, 只需75美分就能拥有清新的汽水。 只是你拿到的不会是你平常的美味汽水就是, 从里面蹦出来的罐子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再不曾与美国出现过的饮料。 如果你勇敢一点的话,这里有一个标记着神秘的按钮, 它会随机投出一罐汽水。 有个人花了5美元按下了这个神秘的按钮,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器便弹出了6个完全不同品牌的汽水。 而这些汽水中没有一个在机器上具有自己的按钮。 有传言说这台机器曾经送出过呼巴呼巴汽水, 甚至还有培根口味的可乐。 更奇怪的是,有一天机器上的普通按钮突然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神秘按钮。 而每当机器故障时,它总是能立即修好, 但从没有人见过这种情况。 那么汽水究竟从哪里来,谁负责将它们摆入机台? 最重要的是,谁拿到了所有的钱呢? 我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因为在2018年6月, 这台自动贩卖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出去散步了。 从它消失的那天起,就再也没人见过它。 有些人认为这台机器属于百老汇所将的老板, 及贩卖机所在地后面的那家商店。 这很有道理,因为它与商店的店员相连, 并用商店出售的锁锁住。 但锁将们一直否认这一点, 并表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 从未见过任何人打开过这台机器。 他们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 因为西雅图自动贩卖机许可官员透露, 没有任何官方记录表明, 这台自动贩卖机曾经存在, 或与任何商店有关。 毕竟很难随时注意着消失的自动贩卖机, Table,80年代的软性饮料。 诺森·伯乐海峡幽灵船的传说, 困扰了专家200多年。 有很多人表示, 自己看到过一艘神秘的船, 上面有着三到四根桅杆和纯白色的帆。 它出现在加拿大海岸附近, 根据当地的民间传说, 这艘神秘的船在暴风雨前出现。 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是什么呢? 据说那艘船早已完全毁于火焰。 根据传说, 在1900年, 一群水手乘坐一艘小滑艇向幽灵船驶去, 他们的目标是营救船员, 但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这艘船突然在他们眼前消失。 2008年, 曾有一名男孩回报说, 他看到一艘无法解释的亮白色和金色的船, 消失在空气中。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 有很多目击者对此有所描述, 而所有的描述都和幽灵船一模一样。 其中一种解释是, 这个传说是由自然电现象引起的, 这对你我来说差不多就是闪电。 有人说是因为这些明亮的闪电, 才使人们又看到了船的幻觉。 有些人则认为是因为浓雾中反射的月光, 使人们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 嗯嗯。 你有没有跳过一整晚的舞呢? 在16世纪时, 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的人们曾跳了一整个夏天的舞。 那时, 镇上的人似乎受到了一种突然的, 无法控制的跳舞的冲动的影响, 而这种冲动持续了约三个月。 这一切都因一名女子走到街上, 开始莫名其妙地蹦蹦跳跳而开始。 她连续跳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舞, 没过多久便有了数十人加入了她的行列。 这一奇怪的事件始于7月, 一直持续到9月。 在德国、荷兰和瑞士也发生过类似的狂热事件。 一种理论是压力引起的歇斯里里席卷了这座城市。 另一项研究表明, 这些舞者是一项超诡异的运动的一部分。 第三种理论则认为, 镇上的人不小心吃了些有毒的霉菌, 并导致他们产生疯狂的幻觉。 嗯, 发烧舞吗? 2020年, 一颗恒星毫无解释的便突然完全从夜空中消失了。 天文学家在他们的雷达上观测了这颗恒星约20年, 因为它会发出一种可怕的蓝色光芒, 且这颗恒星甚至比太阳还亮。 有人说它消失在黑洞中, 但这应该会导致被称为超新星的大规模爆炸才是。 而若然如此, 我们肯定会发现的。 另一些人则说, 这颗恒星失去了部分质量, 或者大量的太空尘埃挡住了我们的视线。 嘿, 前面的闪一闪, 人家在看星星诶。 多年来, 新墨西哥州小城市陶斯的居民一直受一种随沙漠空气飘来的低频噪音所困扰。 但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有这种困扰。 只有2%的人表示自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甚至那些人对它的描述也彼此极为不同。 有些人认为这些声音是由该地区奇怪的声学现象所引起,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某种集体歇斯底里现象, 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更可怕的因素。 直到今天, 仍没有人知道这种神秘的嗡嗡声的来源为何。 你一个人走在树林里, 突然间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却哪里也通不到的楼梯所绊倒。 在美国、意大利、柬埔寨和菲律宾, 世界各地的森林中都有数百件 关于这种随机出现的楼梯的报道。 这些楼梯似乎并未遭气, 它们通常很干净, 上面也并未长出植物。 它们也从不会出现在森林的边缘处, 而总是在森林中心的深处, 通常坐落在离任何城镇皆有数公里远的地方。 关于楼梯的传说, 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转折情节, 因为它们几乎总是出现在有人消失的地方, 甚至有人声称自己看到楼梯在移动。 曾有某个人爬上了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楼梯, 以躲避一只流浪狗, 虽然它说它只待了五分钟, 但传说它可是离开了五年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说自己看到了这些神秘的楼梯, 但尽管有了新的证据, 似乎我们还是不知道它们出现的位置和出现的原因。 1954年, 在西雅图当地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坑洞, 居民们开始在自家的汽车挡风玻璃上看到各种坑洞和凹痕, 警方最初认为是小孩子用BB箱玩具制造的麻烦。 但附近的其他城镇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截至4月, 这类不明原因的事故突然停止之前, 已经有超过3000起挡风玻璃破裂的案例回报。 有些人认为这些不明原因的损坏来自当地一家广播电台的新讯号发射台, 他们确信是无线电波弄坏了玻璃。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沙藻钻进挡风玻璃所造成。 宇宙射线则是另一个热门的理论。 但我们也并不知道挡风玻璃是否在一开始就有裂缝。 大多数报道认为是居民们想象了这整个事件, 但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2020年11月,在犹他州红岩峡谷州立公园的一个偏远地区发现了一块无法解释的金属锯石。 警方对这个奇怪的物体困惑得不得了, 但就在几天后,它便突然地消失了。 有些人说,这个物体被移走是因为它奇异的外表, 引发媒体对它与外星人和其他超自然理论的联系的关系。 但当局否认曾移动过这个结构。 更奇怪的是,在人们偶然发现第一个这种奇怪造物后不到两周, 第二个巨石便在该地绕地球近半圈的地方被发现, 第三个则很快便出现在加州, 第四个则出现在新墨西哥州, 只是它在同一天便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这些巨石从何而来, 为何而来,或者以后是否还会出现更多这种巨石。 一个世界知名的瑞典潜水队, 在博斯尼亚湾寻找沉默的宝藏时, 偶然发现了一个约60公尺高的物体, 上面覆盖着某种不自然或看起来像外星人的符号。 当时,该地区的电能非常多, 因此潜水员们无法清楚地捕捉到这个神秘物体的画面。 位在海底的那个完美圆形盘撞物, 看上去就像一个怪异的不明飞行物。 根据报道,这些潜水员们, 其中某些更具有20年的潜水经验。 皆表示,他们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 它被称为波罗的海异常现象, 这个物体的起源和它实际为何至今仍有待发现。